而德国队呢有点像裴带子读书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好比赛已经开始 这个项目的世界记录6分38秒486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看在比赛开始的这段时间里 每个队一直是坐领华的这样的位置 特别是阿波罗的表现 我们说现在的美国男子短刀组华队 对阿波罗的指望确实要高于以往 刚才有一个选手的身体接触碰撞的情况发生 到目前为止 依然是美国队处于领先的位置 但大家可以注意到 美国队的领先的优势开始变小 而刚才美国队的交接棒又是影响了韩国队的滑跑 还有不到30圈 在比赛的前半程呢 大家其实更多的是在试探和磨合 到后半程大家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滑跑的方式 在试探和磨合 美国队现在把领先的优势逐渐扩大了一些 韩国队呢 还有加拿大队是紧追不舍 这个知道 韩国队是在上次交接棒的时候 险些反超到第一位 阿波罗目前是还在领滑的位置上 韩国队超到第一 而加拿大队呢 也是险些反超到第二位置 加拿大队的整体实力是非常强的 现在排在前两位的 果然是整体实力比较优异的 韩国队和加拿大队 但也不能小看美国队 美国队的实力 特别是阿波罗 也是非常强的 还有最后的十圈 还有最后的十圈 这种韩国队这一次交接棒 加拿大队是反超到第一位 这次滑跑节奏不是太好 游队已经交接棒给阿波罗了 阿波罗这边反超非常快 加拿大队的整体优势还是非常明显 还有四圈 加拿大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获得了 美国站男子5000米接力A组决赛的冠军 最后的两圈 加拿大队是第一个完成交接棒的 最后一棒的应该是特雷姆布雷 而美国队是阿波罗 决赏圈了 阿波罗是奋力追赶 加拿大队甚至有空闲 能够回头向自己的队友表示感谢和祝贺 而美国队确实也是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 首先是作为动道主 其次呢 凭借超级明星阿波罗的表现 他们最终能够获得亚军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现场到来的很多加拿大的短道速滑爱好者们 也是在为他们的英雄们表示敬意 这场比赛的确是非常的精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